肺肠疾病的四个前期信号 您中招了吗 第一 恶性呕吐 恶性呕吐常见于急慢性胃炎 消化性溃疡和油门梗阻 需要做胃镜 肝胆必超检查 必要是要抽血检查 电解质 肝功能 肾功能 第二 腐胀 腐痛 腐胀是胃肠道气体积聚 常伴有哀气 排气过多 恶心等症状 可由多种原因引起 胃肠炎症和消化性溃疡 都会导致腐胀 腐痛病因多样 表现复杂 胃肠疾病中的急性胃肠炎 都表现为急性腐痛 慢性胃炎 消化性溃疡 溃疡性结肠炎都为慢性腐痛 第三 便秘 可分为功能性便秘和气质性便秘 功能性便秘呢 往往是由生活习惯 药物等原因引起的 可以通过饮食调整 生活习惯改善来缓解 部位的气质性便秘呢 是指体内部位气质性疾病 引起的便秘 直接或间接影响肠道功能 应该通过肛肠直诊 或者肠镜的检查来诊断 第四 腐泻 腐泻分为急性腐泻和慢性腐泻 两个月以上的为慢性腐泻 急性腐泻可鉴于感染或中毒 引起的肠炎 溃疡性结肠炎的急性发作 慢性腐泻可鉴于胃酸缺乏性疾病 比如慢性萎缩性胃炎 也可以鉴于肠道的非感染性疾病 比如溃疡性结肠炎等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提供